也不知道地球是不是只有一顆 大家也不知道嘛 搞不好地球是方的也不一定 哈囉 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詩詩怡 這世界上好像 大家都還做不太到的 可能就是亂丟垃圾這件事情 如果亂丟垃圾的話 因為現在大家罰錢可能就是也不痛不癢嘛 所以如果亂丟垃圾被抓到 你要去做一個月的勞動服務 然後你要每天去撿垃圾 我覺得最起碼就是 垃圾分類一定要分類好嘛 然後再來就是 盡量身上自己要帶一個那個 那叫什麼啊 環保袋 買東西的時候盡量不要去花錢買塑膠袋 真的非不得已的話 像我自己的塑膠袋 我是會使用二到三次以上 到最後最後最後我才會把它拿來當垃圾袋 我覺得就是能夠盡量用不到電就不要使用電 只要出門的話就盡量把總開關 不是總開關 就是延長線的那個關掉 總開關關掉你的冰箱會壞掉 又或者是 現在其實有還蠻多 蠻多團體 可以讓你種樹的 它不是讓你種在家裡面 但是你可以花一點錢 然後讓一些地方可以多一點樹木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你心目上的地球是不是就是遠遠的 對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小時候被灌輸的觀念 搞不好地球是方的也不一定 就是當你看太多老高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知道的東西 並不代表那些都是真的 太難了啦 等一下 為什麼我剛練習的時候畫比較好 你們要不要先坐一下 不要不要坐 最討厭畫畫了 因為畫畫是很不拿手的事情 然後我沒有畫得很好 但是我盡力了 好了 我希望這個手就是大家的手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呵護這一顆地球 因為也不知道地球是不是只有一顆 大家也不知道嗎 但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維護 就是唯一錦成的這一顆地球 不要被我們破壞掉 好 我一起讓地球更美好 追蹤Aero Taiwan 看更多